特勤人員全副武裝破門攻堅 迅速將嫌犯壓制在地 另一處有大批員警 同步展開搜索 當場查扣電腦主機等政務 誠信主嫌涉嫌利用假交易平台 誘騙民眾投資 非法吸金超過一千萬元 被害人他們在匯款之後 一開始這些集團裡頭的人 會讓他們嘗到甜頭 感覺到自己真的有獲利 但是之後如果這個被害人 他們發現有異常的狀況的時候 那開始提出質疑 這個詐騙集團 就會將這些人退出群組 警方調查發現 受害人數多達30人 還有單一個案 損失200多萬元 詐騙集團利用社群軟體 誘騙民眾投資 初期小而獲利 取信被害人 等到民眾察覺有意 隨即解除好友 讓被害人無門求償 我們在追求三個月的時間 發現他們躲藏在宜蘭的深山裡面的農舍 於是我們在4月8號 來對這個農舍進行攻堅維護 順利將陳姓主賢 及這個防線幹部逮捕歸案 警方接獲通報 在全台各地展開同步搜索 並向上溯源 逮捕兩名詐騙集團幹部 經檢察官訓問後 向法院申請擠壓禁件獲准 避免再有更多人無辜受害 記者修盛明台北報導